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台南市議會30位看黨派議員 五月16日組成看東派交通安全聯算 要求市有每一位交通獨特會報 需要有聯盟議員代表出席 當然人不兼加速政策科技主法入口 選擇交通改善立即辦中心和政策路口 行穿線退縮 依建設規復導 頂修好行人的安全 並由民進黨團總召郭鋒宜議員 在今天交通交業務審達時 提交這段訴求書 並要求市務 提出交通改善政策的白皮書 看局處提出大台南改善道路安全 推動人本交通和道遠交通 整個地方集體政策和組織 民進黨團總召郭鋒宜議員 歷史標示 主要最近台南市三歲女童 這個不幸的事件 那也引起社會大眾對台南市的交通 行人 友善行人空間的部分 大家這個議題來講 大家一定都 政府的責任還是行人的責任 還是用戶人的責任 大家都要值得我們去做檢討跟改善 那今天也非常感謝 總共有28位議員連署 來成立這樣的連線 那也感謝國民黨 蔡英輝議員 林美燕議員 鄭培亞議員 還有基建黨 李忠銘議員 還有吳達吉 我們李鄭國議員 邱昭勝議員 非常多的議員 超過將近禮拜的議員 大家都共同來響應這樣的連線 那主要有幾個議題 我們必須要去討論的 包括台南市政府 我們要呼籲台南市政府 必須要去做的一些事情 那當然有幾個重要的議題 我這邊大概來說明一下 第一個要修訂 台南市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 設置要點 我們要求必須要有兩位 聯盟的議員文子列席 第二點 要求市政府動用第二億拜金 優先在本市依照市的熱點 實施科技執法 依法開法 杜絕交通危害 那第三點就是 成立交通改善立即辦中心 提供交通改善的即時平台 並將改善狀態跟進度公布於公開的資訊 那第四 全面檢討本市的人行空間 盤點優先 需求分階段提撥預算執行 行川線推收與建設 庇物島 守護行人的安全 那第五點 我們必須要要求市政府交通局 在交通行川線的每個路口 適當的路口 因地自已的去設置多項次的石像 行人專用設置行人專用石像 來保護新人 這個是我們主要的訴求 那也期待這一次的連線之後 讓我們議會的同仁 能夠針對交通安全的部分 來提出相關的意見 那另外也希望 我們臺南市必須要去做一個 全國最主要 因為我們的 臺南市的舊城區來講 觀光人口非常非常多 那也希望 也讓所有的觀客 對我們臺南市的 行人空間的改善 友善行人的部分 能夠增加好的意向 這點是我們主要的目的 那也維護我們臺南市市民朋友的 本身的人身安全 在這邊簡單的先做一個報告 國民東團市議長 蔡友輝議員第數標誌 臺南國民東 很高興來參加這個會 我覺得 我們臺南市人人有責 其實要多個面向 我個人感覺 不是交通局 我們交易局 我們警察局 很多單位科連愛 成立一個專案的小組 插進來揭揭 我覺得比較好 就單純折成 將警 我個人個人認為 都可以解決大部分的問題 不過要一次中國解決有困難 不過我聽認同我們民進黨總召 我們公民也提出這個意見 成立一個專案單位 來 督助 督導我們市政府 快改善 這個交通問題 希望我們臺南市 最近的無名 這點我是認同 我們希望大家 國務無理 我想國務黨也會 全力來 配合我們 這個小組的成員 國務 來爭取應該有的 相當安靜 好 謝謝 台南市 日本美國的設備 發生一堆 無路驚在斑馬線上 被車撞到 做生三位流動 失望 老婆黨相關營 中台失望車好 再檢討台南市 交通安全聲浪不斷 被車人為不是國安的問題 再向交通安全訴求也表明 台南市已經年少兩年 殘年 臺灣國管市十萬人 交通事故是上所 跟十萬人的事故發生率 都是全國主管 攸關無所 臺南市民 生命和財產安全的問題 交通改善可不容緩 警察無觀察期 以上是大半問 什麼萬物